大宝基金 里面所说的 诸法本性 与佛法等 等日平等 世故诸法皆是佛法 这个意思讲绝了 真正讲到究竟处了 我们要入这个境界 你就正清净平等就 你带人 就像佛带人一样 佛是怎么看人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好人 可进 坏人也可进 为什么 好坏都不放在心上 一定要知道 好坏是现前这个阶段 在最初 他没有好坏 将来以后成佛 也没有好坏 他会不成佛 会成佛 时间的问题 他是个卧人 他有佛信吗 他怎么会不成佛 那我们成佛在先 他成佛在后 成了佛之后 没有现后 超出时空 这个经文 好不好 要记在心上 不能把它忘掉 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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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得了